你经常会在小区公园有绿色的地方给女朋友宝宝亲人拍照 但是照片却总是平淡无奇 你会经常使用滤镜 但是你的照片颜色还是怪怪的 如果你也经常遇到这些问题的话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一定能帮助到你 大家好 欢迎回到Just You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教你如何让你的照片拥有目的高级感 这种调色风格特别适合在自然环境中的人像和风景摄影 供大家下载使用的Lightroom预设包主要有目的黄绿蓝灰四个色调 首先我会用蓝调来做人像的调色示范 后半部分我会教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滤镜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因为是在森林的关系 人物脸部的曝光不足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把阴影先减弱一下 我们来新建一个镜像滤镜 这样就可以对人物进行单独的调整 挪动到人物的位置 提高一点曝光度 点选反向 这样调整的范围呢就不是圆圈的外围而是圆圈的内部 我会把它的对比度加强 加亮高光 减弱阴影 加强白色色阶 减弱纹理是一个快速磨皮的方法 调整一下白平衡让肤色稍稍偏冷一点 然后再做一些细致的调节 手部的阴影可以用画笔来做局部的调整 然后再做一些细致的调节 降低白色色阶 向下拉 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色相 因为这是一个蓝调 所以我会把绿色的色相偏蓝一点 黄色的色相我想让它稍稍偏沉一点 这样可以和蓝色形成一个对比 把绿色的饱和度降低 黄色的饱和度也稍稍降低一点 增加一些橙色 橙色是我们的肤色的颜色 所以可以把它的亮度调高 这样皮肤看起来会亮一点 绿色的明亮度也稍稍调高一点 现在我们来到分离色调 高光偏暖 因为我们定的是蓝调 所以阴影呢 我们是会稍稍的偏蓝一点 现在我们再新建一个镜像滤镜 来调整照片的外围 把纹理减弱一些 把曝光度降低 这样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主体更鲜明 这样有虚有时有亮有暗 整个摄影才会更生动更鲜明 再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现在来做最后的色调校准 绿色和蓝色都向右边调整 红色的调整控制了肤色 所以我们希望它稍稍红润一点 红色向左边调整 再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现在我们看一下调色前和调色后的效果 其实到这一步 在lightroom里面的调整 就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我们想要进一步的再调整的话 可以到photoshop里面加入暖色的光源 可以让照片的冷暖对比更强烈一些 涂层的混合模式选择绿色 把不透明度降低 然后用橡皮工具擦掉边缘没有融合的部分 调整完成我们就保存一下 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除了刚刚给大家示范的目的蓝色调 其他还有黄绿灰色调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示范了 这些预设都会提供给大家下载 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邮箱地址 现在我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导入预设 当你下载我的预设后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压缩包 所以请你打开它 你会看到里面有四个预设 有目的的绿调、灰调、黄调和蓝调 然后你需要打开你的软件 在预设的右边有一个加号 导入预设 然后就把我们刚才解压的文件 一个一个的导入进去 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其实市面上有许多照片 视频的调色滤镜 但是可能你会常常发现 就算使用了它们 你的摄影色调还是很奇怪 这里我想告诉你的是 没有一个预设可以保证你 达到和范例相同的效果 因为你们拍摄的模式不一样 光线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各种不一样 结果又怎么可能一样呢 所以这里我会教大家 怎么样去简单正确的使用它们 从而让你的照片达到最佳的效果 比如这张照片有点过曝 在使用预设之后 你还是需要去调整它的曝光度 点击这个圈 然后你就可以调整我们的镜像渐变 把控制主体亮部的镜像滤镜移到你的主体上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再拿这张照片来说 它的主体比较靠下 我们可以把两个蒙板都稍稍向下移动 因为主体已经很明亮了 所以我们就调整一下控制人物蒙板的曝光度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再来看这张照片 这次我们就使用目的蓝色调吧 打开镜像渐变 因为这张照片的暗部其实已经很暗了 所以我们需要调整这个比较大的镜像滤镜 降低它的阴影 当然我们也可以套用其他颜色的效果 调整的方法和刚才的一样 你喜欢哪一个色调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再来看一张婚礼的照片 我会先调整照片的水平度 我们先套一个目的绿调吧 所以我们还是先打开镜像渐变蒙板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其实这张照片的主体已经很亮了 那么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滤镜的曝光设置 你也可以直接删除它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其他色调的效果 现在再来看一张照片 这次我们先使用目的蓝调吧 记得这个镜像滤镜的蒙板呢 永远都必须要放在你的主体上 你的主体可以是人物,警物,事物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色调的效果 如果你拍的不是人物而只是风景 那么这四个色调也同样适合你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它本身有一些过曝 就算我们使用了预设 你还是需要去调整它的曝光度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其他色调的效果 你喜欢哪一个色调呢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照片 随便套用一个目的绿色调吧 和之前一样 根据你主体的位置和亮度去调整镜像滤镜 然后点击渐变蒙板 之前忘了告诉你 这是我的隐藏像 它可以模拟阳光照耀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去移动它 你也可以调整它的强度 最后的前后对比 所以使用预设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根据你的作品来做细微的调整 所以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分享来支持我 如果你喜欢摄影 喜欢漂亮的照片 请关注我的Instagram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再见 请点赞订阅 对他们示范 是一次大的准备 细讨论 对我们的视频 我们要注意内容 我们最后一回